怀孕初期有褐色分泌物正常吗 如问医生特邀专家樊阳 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 怀孕初期有褐色的分泌物一般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如果还没有到停经的时间 这个时间有褐色的分泌物 大部分情况下有可能是人身囊 在着床的过程中 这个时间出血比较少一些 几天它慢慢自己就停止了 这个属于生理现象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都建于流产 那么流产里边分两种 比如说先兆流产 如果有少许褐色分泌物 而且于妈妈觉得小腐烧有点不适感的话 那我们就要及时去医院了 做B超 看一下孕能发育是否正常 是否有胎性波动 如果是先兆流产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卧床休息 保胎治疗 当然还有第二种情况 那么就是胚胎停育了 这个时间需要及时终止认生 第三种情况 少许褐色分泌物 我们还要在临床上排除公外孕 那么就要做相应的处理 可能需要保守治疗 或者及时手术 第一种情况的话 这种情况 如果你觉得有少许褐色分泌物 而且还没有到来月经的时间 建议也是及时去医院 我们可以做一个血HCJ的检查 血HCJ就可以排除是否怀孕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